我們講到現在藍白河的關鍵角色 會不會是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啊 您看到這張照片 只是高雄市長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日前 PO出了跟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的合照 而且感性表示四年擴別 老友相見 所以現在這一場的柯韓會 讓韓國瑜跟柯文哲 過去的交情被放大審視 照片中兩人笑開懷 九號晚上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主動在臉書PO出 與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的會面消息 兩人睽違四年終於同框 韓國瑜跟韓話希望在野三位參選人 用小我凝聚大我 他當然是希望說再一個合作 我就問他說那怎麼合作 只是韓國瑜選在江河侯友宜同臺的 國民黨戰鬥欄十一號記者會兩天前 搶先曝光柯韓會面消息 時機超敏感 不只直接弱化了和侯友宜同臺的影響力 也讓韓粉看得不灑灑 希望能夠拿下北農總經理 因為在任上的北農總經理是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卸任之後就跑到雲林去 那其實柯文哲為了協調這件事情 是有讓出一位所謂的市府顧問 希望韓國瑜可以擔任他的市府顧問 所以也去三顧茅庐的韓國瑜 所以也結下一些姻緣 從柯文哲台北市長任內韓國瑜擔任 北農總經理有了政治舞台 間接掀起韓流旋風 隨後又有柯文哲的三顧茅庐 兩人因此結下好交情 韓國瑜更曾坦言 柯文哲對他有知欲知恩 反觀韓國瑜與侯友宜的關係 卻在四年前的總統大選時降到冰點 一個有恩 一個有怨 韓國瑜和柯侯之間的距離 誰近誰遠 外界各自解讀 但顯然柯侯雙方在這節骨眼上 誰都不想放棄這張深藍牌 繼續陳信 陳明華 台北通道